这个是一样的东西吗 这也有 这个是两天前收到的密函 这个是四天前 我在针载巷的一个火盆里面 发现了一个被烧毁的圣旨 郑北军得到了这个圣旨 如果一进城 他们就属于谋逆 开战 开战 甄宰相的一个火盆里面 发现了一个被烧毁的圣旨 郑北军上人皆害死 这不是皇上写的是吧 对 就他不是皇上 他冒充皇上写了一封 让这些郑北军 让这些边守边关的人 因为这些要听皇命 才能进来的 划了一刀 划了一刀 划了一刀的意思是 他写错了 所以他要把这些人烧掉 重新又写了一份 传给这个 我说为什么他烧了 原来他写错了 懂了 懂了 那所以你必须得 击鼓之前 就得总捞这一切 对 因为这死的都是你家 所以这个地方 我有这个 紧迫性 紧迫性 但是一个我想保全 就是这个二十万的郑北军 还有一个就是 我还不想现在杀 这个真宰相 为什么 不杀他是因为我要知道 当年害我父亲的这个真相 我要为我父亲平反 所以其实我两头犯难 可是他为什么八点五十 约你干嘛呢 不知道 真的 他约他干啥 而且他约的时候他又不在 是 你要想一个逻辑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 世子在他的边军中 还是有威望的 对 如果宰相想要让这个边军 进城的话 他必须要考虑世子 在军中的威望这个问题 对 也就是 因为而且就是军中 对我的这个期待值也是特别高的 那是 是因为我的手伤 我不能去当这个郑北将军 一开门他就死了 申宰相 给我第二水条约我在八点五十 去亚洲去见他 如果宰相想要让这个边军进城的话 他必须要考虑世子在军中的威望 对 如果这里没有人认的话 有没有可能那个机关 是宰相做的 他五十的时候其实是想灭掉世子 这倒是个大脑 对 这是个脑肉 因为他要去嘛 他也推开之后扑一下 刚才百万说那个特别对 如果比如说 他在军中有一定威望的话 那么刘这个人在他的身边 对于他将来 要统治的 对 挟持这些军队来要挟皇上 都是不利的 因为等于有一个人 可以跟他唱反调 而这个人在军中 是有号召率的 所以有可能 他反而是要在击鼓之前 除掉世子的这个人 有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你看 我是八点五十的时候 是去过他的房间的 我并没有触发这个机关 反向座的这个机关 那也得有人知道 借助他自己布的机关 杀死他